你们看,五福正在睡午觉呢 不好,二楼好像有东西要掉下来 哦,砸中了五福 五福好像进步着了 哦,都掉下了颜料架子 糟糕,五福被颜料染得五颜六色的 噗噗也在午睡 噗噗,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哦,五福出事故了 怎么会这样呢 五福的蛙都演坏了 兔兔,你先带五福去染色吧 就在这里染色 兔兔,打开染色机器吧 开始染色了 你们看,五福慢慢被染回了红色 关掉机器 让五福下来 可是五福的蛙都还是坏的 哦,该怎么办呢 兔兔,你再去帮帮五福 带五福去维修吧 到达维修店 先清理一下杂物吧,兔兔 再把架子挪开点 撑起维修台 撑起维修台 兔兔想来给五福维修 可是它做不着 该怎么解决呢 咦,这边有个机械壁 兔兔去拿机械壁 开始维修了 卸下坏的挖斗 麻烦兔兔再去拿新的挖斗过来 挖斗拿过来啦 给五福装上 挖斗修好喽 兔兔,你做得太棒了 五福可以离开了 你们看,五福正在街上散步 咦,五福他在找什么呢 哦,原来就有一把水枪 五福在想,可以用水枪干什么呢 哇,巴士和兔兔正在踢足球 有了,五福可以用水枪给他们降降温 拿上水枪 拿上水枪 五福要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哦,不好,这难道不是水枪吗 再试试看 糟糕,这是把冰冻枪 兔兔和巴士被动起来了 都怪五福 可是五福也不是故意的 五福得想办法救兔兔和巴士 五福,你想到办法了吗 我们可以利用太阳融化冰块 五福,这个办法正在奏效 哦,不好,太阳被乌云挡住了 巴士和兔兔晒不到太阳 五福想把冰块追到有太阳的地方 可是它力气不够 该怎么办呀 咦,足球 五福又有办法了 把足球勾起来 一,二,三 哇,你们看 冰块被砸出了点裂痕 五福又有新办法了 它要用挖斗把冰块砸开 哇,巴士被揪出来了 五福还要把兔兔揪出来 成功了 五福,你真是太棒了 五福,你真是太棒了 准备开始砍树喽 准备开始砍树喽 OK 哇,砍下来了 再继成小段 锯好了 要怎么运送木材呢 让木材运输车去帮忙 出发吧 到达目的地 木材运输车 准备好了 先让伐木车 换上爪子 卸下锯子 接上爪子 测试一下爪子 嗯,没有问题 去搬木头 夹起一捆木头 倒车 放到木材运输车旁边 还要去搬哦 再夹起一捆木头 倒车 放下 放下 继续喽 木头都翻过来了 让你出车 把木头吊上车 夹起木头 放到车上 装完啦 装完啦 把红红鱼走吧 出发喽 挖绝机要去踩石场工作喽 正在前往踩石场的路上 不 停车 要等红绿灯 可以通行啦 继续前进 到达踩石场 就是这里 往前开一点 开始挖石头吧 开始挖石头吧 一颗 两颗 等等 没有车厢装石头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让翻斗车去帮忙 出发 弯路要小心行驶哦 直行 翻斗车到了 挖绝机勾起石头 装到翻斗车车厢 再勾起第二颗石头 装到车厢 要把车厢装满哦 那就让挖绝机再挖一点石头 糟糕 糟糕 下来了 石头压住了翻斗车的车轮 翻斗车怎么哈利都出不来 挖绝机可以帮忙 要转车头 把这些石头 勾勾勾走 马上就成功啦 耶 翻斗车可以出来了 太棒了 挖绝机继续挖石头 要小心点哦 装到车厢上 车厢装满了 翻斗车出发喽 挖绝机完成工作 哇哦 挖绝机他们今天要去建造摩天轮 先喝吧 哦耶 工程车队到达目的地 就在旁边的空地建造摩天轮 挖绝机开始工作咯 倒车 转弯进入空地 挖绝机要来挖一个屁坑 吴 屓机 吐坑挖好了 哇哦 你们看 好大一个土坑 接着是搅拌车去浇灌水泥 出发 在土坑旁边下 开始搅拌水泥 浇灌在土坑里 好了 水泥浇灌完成 搅拌车离开 轮到吊车工作了 来到水泥地上 伸出吊钩 吊起支架 在水泥地上安装好 还有另一边也要安装哦 吊起另一边的支架 糟糕 掉不上去了 挖竭机来帮忙吧 挖竭机来啦 加油 哇 支架安装完成啦 再装上滚轮 这是摩天轮的座舱 让运输车拉过去吧 转弯到达目的地 吊车过来啦 伸出吊钩 吊起座舱 后退 把座舱安装到摩天轮上 好了 再吊起座舱 准备安装下一个座舱 安装完成 哇 摩天轮转起来了 工程车队太棒了 任务完成了 返回舱部吧 工程车队要去挖池塘 运输车出发 挖竭机出发 装载车也出发 工程车队到达目的地 就在旁边的空地挖池塘 挖竭机开始工作吧 挖竭机要来挖个大土坑 大土坑挖好了 接下来要去踩石场挖石头 工程车队出发 到达踩石场 挖竭机过来挖起石头 装到车厢上 装完了 已经购面了 运输车要回去见乳塘了 运输车要回去建书塘了 挖竭机也可以离开了 挖竭机也可以离开了 运输车回到了 倒车 卸下石头 装载车要开始工作了 过来夹起石头 在池塘边擂好 第三颗石头 放在这里 再夹起一颗 放这里吧 池塘擂好咯 撒水车和运输车出发吧 撒水车来到了 倒车停好 往池塘里灌满水 哇哦 池塘的水满了 撒水车任务完成 可以离开了 运输车到达池塘 倒车 把车厢里的鱼都倒进池塘里 倒车 运输车 运输车任务完成 走喽 池塘已经建好了 嗨 不二 你的染色店今天要开业了吗 好壮观呀 第一位顾客是五福 他想染成红色的 开进染色店里听好吧 哦 五福被吓了一跳 准备染色咯 哇 拿着染色瓶过来了 放进机器里 哇 水箱变成了红色 按下按钮 开始染色 让五福转个圈 这样才能染得染色 准备 停止喷洒染色剂 哇 五福变成红色了 好神奇啊 五福走喽 第二位顾客是小七 他想染成绿色的 小七进入染色店 准备好了 升起染色台 五福拿来了绿色的染色剂 放进机器里 水箱里的水 慢慢变成了绿色 五福转身 按下染色按钮 开始喷洒染色剂咯 小七也要转个圈 染色完成了 小七变成了绿色 小七变成了绿色 出发喽 第三位顾客是溜溜 他要染成薄荷绿 溜溜进入染色店准备 水箱子 水箱里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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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薄荷绿色 升起 升起染色台 升起染色台 不外过来 按下染色按钮 好 开始烦溜溜 烧水箱咯 哇 沼 染色完成了 六六变成了薄荷绿色 出发咯 三辆小车都热色完成了 哇 五福来看看 甘蔗长得怎么样了 哇 已经成熟咯 五福热身一下 准备挖甘蔗咯 前进 开始了 挖起一根甘蔗 放到地上 可是这样收割太慢了 要收到什么时候呀 得想个办法才行 有啦 可以组装一辆甘蔗收割机 快速收割甘蔗 好主意 五福快去组装店组装吧 出发咯 到了 这里就是组装店 五福快去去吧 嘿嘿 五福是时候大展身手了 就按照这个图纸来操作吧 按下红色按钮 武装 武装开始咯 先升起底盘 然后机械臂把车头拿过来 装上去 探接好 好了 接着拿第二个零部件 装在前面 再拿第三个零部件装上 搞定 五福拿了铝带过来 放在地上 机械臂拿走铝带 把铝带安装好 这一边也要装上铝带 哇哦 就快组装好了哦 还剩下最后一个零部件 你们猜猜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输送管 小心装好 甘蔗收割机 组装完成 哇哦 太棒了 出发吧 降下底盘 甘蔗机出发 五福快跟上吧 到了 前面就是甘蔗地 甘蔗机 快去收割吧 没问题 甘蔗机 开始收割甘蔗咯 巴士 旁边是山崖 你要小心点行驶哦 危险 有落石 巴士 赶紧下车 这里怎么有石头呢 糟糕 巴士 被石头埋住了 他出不来 五福 兔兔 赶紧去救援吧 出发 出发 到了 巴士 别害怕 我们来救你了 五福 把石头扳开吧 小红小兰 你们也去帮忙 搬起一块大石头 放在树干这里 做得真棒 糟糕 滚到你了 糟糕也要搬走一块大石头 糟糕 山顶上还有松洞的石头 达到了巴士山上 哇 五福 赶紧想办法解决 有了 可以弄个棚子 挡住石头 糟糕来把支撑杆立好 搭上棚饼 小红小兰 上去清理石头吧 小红小兰 小红加油哦 小兰 你也要用力 快看 快看 石头落下来了 五福 开始工作吧 提起棚饼 哦 石头滚下来了 轮到 都都出马了 它要把石头 一颗一颗甩飞 机器人们 快下来帮忙 把棚子挪开吧 巴士赶紧抓住 五福的挖斗 五福用力了 耶 巴士被揪出来了 太棒了 五福和秃秃他们 要玩捉迷藏 兔兔先来抓 十 九 八 七 巴士五福 你们赶紧找地方藏呀 五福来到了基地 咦 二楼 五福想藏在二楼的甲板下 小心点哦 巴士 你还不快点躲起来 巴士想藏在这里 哦 巴士的屁股露出来了 巴士 这里藏不住的 快换个地方 六 五 四 怎么办呀 巴士 找不到地方躲藏 三 二 一 兔兔 快去找人吧 巴士 巴士 你得找地方躲藏呀 二 十 九 八 七 嗯 巴士 要躺在哪里了 巴士 草灰藏不住你 快出来 巴士来到了染色店 巴士被染成了黄色 怎么会这样呢 五 四 三 巴士 快藏起来 哎 这堵墙的颜色 和巴士的一样 就藏在这里吧 二 一 我去找人喽 会不会藏在这里呢 没有 看看草堆里有没有 也没有 继续找吧 乌兔居然没看到巴士 来基地找找 找到 找到 无福啦 哎 这么快就找到了 再去找巴士喽 巴士到底藏在哪里呢 那边好像有声音 过去看看 这边好像是巴士 哈哈 找到了 找到了 就好